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在瑞士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大会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会上发表特别支持 全面展述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 陈茂波并且出席由跨国银行集团举办的原卓会议 与会者包括国际金融机构、投资基金、空运物流企业等代表 他介绍特区政府在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 发展多元经济、吸引企业和汇聚人才等工作 陈茂波也在一个由内地财经媒体主办的主题研讨会上 分享香港的新优势和新发展 他说香港是一国两制下的优势独特 未来发展前景亮丽